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 所以各国都比较重视这个民事纠纷的解决 并且是建立了一些处理民事纠纷的解决的制度 加拿大也不例外 所以今天我们有请到了我们常座嘉宾 于法律顾问 于荣伟先生 请他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民事纠纷这个法律问题 于顾问您好 您好 欢迎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前几节我们讲了这个关于访问访客的问题 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 是 还有一种问题呢 也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呢 就是这个民事纠纷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 这个民事纠纷这个概念了 那么民事纠纷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先给这个简单的定义来 是指的一个人或若干个人之间产生对财务的不同的看法 对他的这个权力不同的界定 或者是几个公司之间 对一件商业运作 一件这个商业损害 形成了商业损害 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无法调节而产生的矛盾 为民事纠纷 所谓民事的民 是人民 对 百姓 市呢 就是他们所从事的商市 这个生意的运作 纠纷指的就是你这样看 我这样看 大家没有一个 共同能解决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矛盾 所以才产生纠纷 民事纠纷的一个特点 是一定与钱有关 最后的落脚点 一定是挣一个钱 虽然说是 哪怕是这个对精神损害 其实最后说精神损害的赔偿 也是落脚点在身上 刚才您提出这个家庭纠纷来 这个不是特别准确的 被界定在民事纠纷这项下 它是一个在民事纠纷外边 另外一个领域 家庭法领域 我们就不设计 我们只设计人与人之间 公司与公司之间 其实公司本身也是个法人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个体 是吧 个人与个人之间 公司与公司之间 个人与公司之间 关于财务所产生的 矛盾所产生的不同的看法 期待寻求一种解决方式 这才是民事纠纷的真谛 那我想问一下 余顾问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 比如说刑事案件 或者是民事纠纷 还有就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 法律问题非常非常的多 为什么单独把这个民事纠纷 今天我们拿出来说 到底民事纠纷 就是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 是 这个讨论民事纠纷 的确很有必要 因为什么呢 安省本身就是在加拿大 经济最活跃的一个省份之一 多伦多又是安省中的重中之重 我们大家都是收听这个节目的 估计讲普通话的 最起码讲华语的人士 也是居多的是吧 尤其是来了十几二十年的朋友们 经过了一段打拼以后 就开始自己的生意 那么也难免就完全剔除掉 从母文化中所带来的 对商业运作的 那些个负面的做法和看法 以及对事情产生的一些影响 就难免之间会对同一件事 产生不同的看法 两个人 比如说股东之间 这个一个人是 两个人合伙做生意 本来说的好好的 说你拿多少钱 我拿多少钱做生意 做着生意 这个两人就要拆伙 这个这就属于民事纠纷 是 或者是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是一个批发商 有零售商来买货 我是放账给他 还是不放账 我就收现金 那放账 这账收不来回来怎么办 那个零售商说 我先付给你钱 还是我拿了货再给你钱 我给了你钱 就不给我货怎么办 这些个就产生一定的 尤其是我们刚来的时候 好像大家都打工 是吧 还到不了这个阶段 在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有的人积累定 原始资本 就想做些生意了 于是 于是这个民事纠纷的产生的土壤 就发生了 是 还有不少朋友 现在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以后 我要做做装修 对 那么装修 这个的确是很难界定 这个质量 工期 有些的因素 都难以保证这个合同 按部就班 这样 就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就进行 我说20天完工 20天没完工 我说2万块钱完工 2万块钱没完工 这产生了许多许多 不可以预料的 于是这个话题值得讨论 给大家一个概念 到底民事纠纷 它都包含什么 它一旦遇到了我们怎么处理 再有我们怎样来避免 对 这个民事纠纷的产生 是吧 所以我才和节目组讨论 是不是把这个 作为一个专题讲几起 对 所以说民事纠纷 可以就是发生在 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相当多 也是社会存在的 一个普遍的现象 的确 那么当然我们不希望 纠纷的发生 但是如果假如一旦 我们遇到了纠纷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办 我首先要看这个纠纷的 金额有多大 复杂性有多强 是吧 如果的的确确是 金额不大 就挺简单的 他欠我1000块钱 然后两个月说还没还上 两个半也再还给我 这事就过去了 我们做法律工作的 这些工作者 本身是 跟大家愿意说的一话 叫做不宿寄营 不要轻易就产生这个宿 宿和宋本身不是什么好事 不宿寄营 大家讨论了 你欠我一点 我欠你一点 大家退一步 海阔天空就过去 尤其我们文化中 有这种这个 忍一步海阔天空的 这个元素 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能过得去就过去 如果的确过不去了 说金额比较大 事情也是很难 一句半句讲得清楚 那一定是诉诸法律了 是吧 寻求一个公平的解决方式 你可以找律师代表你 如果这个金额大的话 如果是金额小的话 找像我这样的法律顾问 25000块钱以下的纠纷 只要法律顾问带领你 也可以自己代理自己 自己代理自己 这金额没有一个固定的 我被你欠了30万 我也可以到法庭里去告诉你 你是把我的地下室 用了5万块钱装修 最后造成损失了 虽然金额很大了 5 6万块钱装修地下室 也经常所见的豪宅中 大家还是自己可以代理自己 即使是公司的出现的问题 也是可以自己代理自己 这个是在高院中 法官允许的情况下 自己代理自己的公司 也是允许的 所以说我们有 遇到纠纷的话 民事纠纷有三种解决的方法 一种是找法律顾问 一种是找律师 一种是自己代理自己 这个总结算是比较全面 对 那么在三种解决方法当中 自己代理自己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自己其实对于 如果说不是学这种法律专业的来说 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能不能现在跟大家分析一下 自己代理自己 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 我在法庭工作期间 在代理工作期间 有休庭期间 有在法庭的走来走去的时候 看到不少朋友 自己在代理自己的案子 当然除去这个压力以外 还有对这个规则的掌握 对这个法庭规则的使用 对证据法的使用 对这个先前判例的掌握 对当时庭上的这个风云突变的 那个掌握中 往往第一次经历案子的人 可能会有失误 一旦在法庭上有失误的话 再来修改 恐怕就要更花些成本 费些功夫 虽然有上诉的机会 但是这个上诉起来 我是觉得挺困难 挺艰苦的 自己代表自己的第一个省费用 我自己最知道我自己的案子 把自己的思想 传达给另外一个人思想 是很难的事 是吧 我自己最了解我的案子 只要我能说得清 只要我的语言水平能达到 虽然对方是个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在法庭上 咱们俩不能说中文 是吧 也说这个 要不说法文 要不说英文 是吧 代理自己代理自己的好处 就是省费用 自己最清楚 不好的风险比较大 可能会造成一些 不太好在弥补的损失来 所以如果自己代表自己的时候 我还是提醒大家 考虑再三 是不是自己能足够代表自己 好 那么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 咱们也是提到过 小额法庭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那么在我们民事纠纷上面 这个小额法庭 你们可不可以有一些 当然 当然 这个小额法庭的诉讼 是民事纠纷中的一大块 是 按照去年的司法部的统计 14年司法部的统计 70%的案件发生在小额法庭 也就是什么叫小额法庭 处理25,000块钱以下 诉讼标的的民事纠纷案件 都为小额法庭的处理范围 25,000块钱 不包括利息 不包括费用的 25,000块钱 诉讼标的都在小额法庭里 小额法庭实际上是高等法院的一个分支 所有小额法庭的法官 也都是高等法院派过来的 虽然是麻雀虽小 也是五脏俱全 讲起来虽然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往往在许多环节上 还是 如果第一次打官司的朋友吧 还是会碰到磕磕绊绊的 所以 我想再用几讲的时间吧 从这个最主要几个环节 从起诉 应诉 调解 庭审 判决 这几个环节 执行 这几个环节中 给大家做一个粗浅的讲解吧 所以我们才取个名字叫做 民事纠纷面面观 从这一面一面的来看看 在这个小额法庭中 到底有哪些地方 但自己处理的时候 应该避免哪些 应该怎样让自己做得更方便一些 更有效率一些 好 那么节目的最后 能不能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讨论的民事纠纷 这样的一个话题 民事纠纷指的是 两个人 两个公司 若干人 若干公司之间 所对财务产生的 一个矛盾的焦点 出现的一种可能性 以及我们的处理方式 小额法庭是民事纠纷中的一部分 在普通民众中 两万五千块钱以下的 纠纷产生的这个频率 和这个比例站的比较高 所以我们有必要 在民事纠纷中的 小额法庭的诉讼过程 有必要做一个严肃的讨论 好的 那么也是我们的 于法律顾问 在今天跟大家概说了一下 民事纠纷的概念和特点 以及如何去解决它 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针对 小额法庭的案件类型和预防 跟大家着重地来探讨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 活在五点的 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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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